尼西亚南达大师 我是曼尼西亚南达大师 是新都教大教皇 普世灵性导师 尼西亚南达Parmeshiva上师 今天大师在开示中 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揭示 就是我们的肠胃 不管它的消化食物的能力是好还是坏 只要它可以消化食物 它就可以消化业力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师说 人类的肠胃是最 可以说是 高级的一个器官 虽然就是我们以为 它只是消化食物的工具这样 但事实上的这个Jata Agni 它的这个胃火呢 是可以烧掉我们的生物记忆 和肌肉记忆当中的业力 当这些业力被烧掉之后呢 它就不会再吸引这些 让我们被动 比如说悲伤或者愤怒 或者恐惧的事情 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受苦了 我们的人生就不会有痛苦 所以呢大家听到之后就在问 那么好呢 我们怎么去让这个 自己的胃呢烧掉这个业力呢 那它的这个方法就是通过结石这样 灵性的结石不是一般简单的结石 所以呢 像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Pachepaniviratum 这个斋戒呢 以及通常的这个流石呢 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胃火呢 能够打开 能让我们的身体呢 去消化自己这样 就是我们的肠胃是有这个能力 它可以去消化这个生物记忆和肌肉记忆中的业力的 大师在开示中讲到他的上师 Izaki Swamigen 他呢是一个话很少的人 他讲话呢就会很小声的讲这样 而且用的字也很少 所以呢 包括他也给大师这个 就是他给大师的教学 告诉师傅呢 这个肠胃呢 是可以消除这个Nagadosha Nagadosha的意思是 比如说这个Dosha呢 是这个可以说厄运的意思 它就是罪孽 Nagadosha的意思就是 比如说你在前世 或者在这一世 伤害过这个神圣的蛇 就是大师说呢 其实蛇的灵魂是 有一些是不一样的 就是尤其是在寺庙 或者是有灵性的地方呢 有很多蛇呢 它们不是一般的灵魂 它们是就是更高等的 这个生命 它们就是来地球做这个修行 它们要继续的就是提升自己 所以化身成为一条蛇呢 在地球修行这样 它们不幸被杀呢 这个就叫Nagadosha 所以我们就是伤害了 这个灵性的动物这样 像这样的业力呢 就会很深的跟着我们走这样 消除这个Nagadosha的方法 Isake Swamiga讲的 就是用自己的肠胃去消化 就是饥饿的方法这样 然后包括其他所有的Dosha 还有这个业力Karma 其实呢都可以去消化这样 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强大的主题 业力消化 长生不老和这个永生不死 这个业力这个话题当中的一些内容 所以呢包括长生不死和这个 长生不老和永生不死 所有的这些 Karma也是Immortality当中的一部分 就是长生不老数也是永生不死中的一部分 那他的方法呢也是通过这个饥饿 结石去激发这方面的这个生理系统的 这个能力的觉醒这样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结识呢 也希望大家呢 就是听到之后你就知道 你的人生是怎么去圆满最简单 就是做流食或者是灵性的结石 包括这个Pachepani Vidadum 包括这一天只吃最多一顿固体 大师讲过 其他时间是流食这样 就是大师在开始中 讲到太多的这个结石的方法 能够让我们就是消除你生物剂和肌肉剂当中 不光是这一世 还有之前的业力这样 这个太强大了 所以呢大家就更加有鼓励 更加有动力的去做流食 这样做灵性的结石 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用这个强有力的认知去指导自己的 这个灵性结石 能够让自己呢 成功的 持续的活在这个 少时或者是无时的这个状态 能够让自己的人生呢 迅速走向这种圆满 所有的忧愁呢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喂火的燃烧去化解 这样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提醒大家呢 第26期的PARMESH 我们的课程马上就要开始了 希望大家都积极的报名 感谢大家 李天亮灯